今天我们又来到了草谷这个狼狗的牧场 来到狼狗的牧场呢 这一次是宰牛 宰他的牛 然后我们就要做鲜牛肉礼盒了 今天这一波酱呢 今天白天大概要达到零下20度 40度 晚上要30度 30度以下了 所以的话今天会更冷一些 很多拍摄不周的地方还请大家谅解 因为天气特别特别的冷 这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很多很多的意外情况 我现在 现在穿的是这个大笔奥再套羽轮服 还能把毛鞋戴的棉袄 棉帽子但是我跟你们说 我的脸已经动得没有肢结了 老鼓今天就要拍他这个 拉牛拉羊拉的 他全靠自己的那个 把那个养了30年的车油 拉着他的这个 折斗 自制的 然后来来回拉这个羊羊拉的羊 然后拉到这个羊羊 我今天就带大家见识一下 真正的物名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羊 那以后再到送到屠宰场 再进包装以后 送到大家的自己的桌上 我每次跟你们说有多少牛 多少马多少场圆 你们就说这是货河 真正的 以身的货河 你们老虎有多少牛 买到一样 你们就觉得老虎是跟货河有这么重要 今天就带你们见识一下 你们所谓的负 到底真负还是假负 这种负换你不一样吗 大尔标的那个就是猫牛 从澳大利亚买回来的 那猫牛咱那么多了 那个猫牛 三个重 这个猫牛服务好几次 必须要生气的一些 确实 那你说额外给它补贴草吧 谁要的牛啊 这块比这个母牛 要用母牛给胖多少 这个带脚的这个母牛肯定是一个小孩 一个小牛族啊 这是要干什么呢 这是要拉牛 拉牛干什么呢 拉到正里去 送到正规的屠宅场去屠宅 这个自制的暖居啊 就是用这种用过的塑料 很大 他妈 就是 机器 就是咱们过去那脚蹬的那个机器 把它钉起来然后盖上来 但是一场大风都给刮斗了 又重新又弄了一次 就整个这个暖房重新又弄了 一冬天已经弄了两次了 哎呀 然后把牛 放进去 在这里面预养个一个星期吧 就是从外面回来 因为它冬天太冷了 牛的标不好 我跟大家说太瘦的肉也不好吃 必须有一层薄薄的肥标 那叫肥瘦相接 但是咱们这个地方太冷了 越往冬天 这个标 你们也知道 越往后天气越冷 就会越标不好了 为什么在十月十月月风 要宰阳阳呢 卧石节呢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它是最好的 现在 嗯 这里面有两头已经 就是在里面关了一个星期 给他们 稍微养了养 然后现在给它拉到正里去 这个就是 不停的有 比如说身体状况 需要 喂养一下 需要稍微把标养养 来这里面 休养 其实这叫疗养月 牛疗养 疗养月 这是牛疗养月 这个 是牛疗养月 这个是羊疗养月 这都是手工 那这都是叔叔阿姨们手工做的 你们看就这 就是所谓的家道 好 来现在要把这个牛 装到这个车上去啊 给大家亲眼看一下 你们的牛 怎么样的 从外面的草场上 再回到育养 再回到疗养月里 疗养一周 然后 再拉上车 整个过程 都给大家透明化 让你们吃的每一口肉 都知道它来自于哪 都知道它是长什么样 让你们吃的放心 买的酥心 这就是我的重级目标 我的目标有两个 一就是让 咱们的 散养羊 散养牛羊的牧民们 能过上一些 相对比较舒服的日子 第二个目标 就是让每一个买肉的人 发自内心的 清楚自己 到底买的是什么肉 然后 这样把它拉上车 让你们今天亲眼所见一下 我们目标是怎么 运输牛羊的 牛很有灵性的 在它捡进这个 土代的时候 它会有一种玉帆 羊没有 牛有 它这个时候就有点 有点 情绪崩溃的感觉 看 身体 它这个时候 它就大概知道 它 要面临着这个 生理死别了 所以它会有一些 慌张 有一些情绪崩溃 很正常 可怜的爆发 这就是今天 要宰的 两头牛 这是我们跟老谷 合作的 牛肉礼盒 就这样的 二岁的 小牛 这个大概能 刹个二百多斤 这个大概能 刹个二百五六 我们的牛 都是这样的 是小的 好 吃 可以了 快 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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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海捡一 放入海 Strax 草少 Essa 大宅 前后的那个椰子 前几期我提到老谷的时候 我就特别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的牧场 和他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但是呢 一直就没有这个机会 真的都不是很夸张啊 我们每天基本上的交流就少 啊去哪哪哪怎么怎么样 拉牛拉羊宰牛宰羊 今天正好 第二次这个在老谷家进行投入的这个事 借着这个机会呢 我也给大家正式介绍一下 我的同学老谷 小学曾经同学过 初中同学过 高中偶尔同学了一下 不想青梅了但是没有竹马 哈哈哈哈 越移哪个大学 给大家介绍一下 湖南工业大学 湖南工业大学的设计系 全标排名的 世界包装设计艺术协会 就在我们学院 你看 我们达茂青人倒是没啥毛病了 反正推牛呢 一定能推得上去 没错 2015年毕业以后 曾经在湖南省举办过多次 我们达茂羊肉品界会 哈哈 也硬实没给他错过出去 哈哈 希望自媒体平台让老谷能有一个新的展示 而且他后期要建立他自己的账号 也希望大家都能关注一下老谷 生活不止诗和远方 还有羊肉和汤 就是出自于他 就是他以为的真的是诗和远方 还有羊肉和汤 后来就是牛粪和羊粪 还有行走在路上的他的小客车 就是我们永远是生活在别人的诗和远方里面 所以我们还是真的想把羊肉和汤 带给那些诗和远方的人 希望你们在高品质的生活中 有我们的高品质的羊肉和汤 感谢观看